那五十九條之一 大家翻開五十九條之一 五十九條之一 是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條文 要不要請國常委員說明一下 沒有 那個就是配合著 我們這一次就有關於懲戒的這個制度 它有涉審期嘛 過去沒有涉審期 過去沒有涉審期的話 你的救濟就完全透過再審的方式 來下來處理 那現在有涉審期了 有涉審期那就要想 就是說判決還沒有確定以前 因為確定以後那個就是再審的問題 判決還沒有確定以前 人掛了 有上訴的必要的時候 是不是要擴張 可以提起上訴人的四個範圍 大概就是這個 審查會是有通過條文 五十九條之一 那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就增加下面那個紅色的受判決人以死亡者其配偶等等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裡面當然這個黃委員這個提案應該是要讓這個受判決人雖然他死亡了 他案子有被澄清的機會了 對 那但是我們在法理上受判決以後這個如果判決前這個背負懲戒的人就死亡了 對 他就不受理了 他所有的處分就沒有了嘛 所以就表示沒有所謂的要恢復什麼的 那如果判決確定後死亡我們在新的草案裡面 有給他 就這些親友親戚可以為他再審 在 那在哪裡 第幾條 六十一條 六十一條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嗎 對對對 三十天是不是 三十六 六十一條 六十一條 已經 你要不要看一下 黃委員 我看過啦 那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是啊 我現在就是要請教他嘛 好來 請 那個 受判決人在 上訴期間死亡 在現在的這個 他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上訴期間喔 對啊 現在可以上訴 因為以前沒上訴你就不用擔心嘛 在民事訴訟體系 當中 上訴期間當中當事人死亡 案件如果可以寄受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等聲明承受訴 聲明承受的時候 訴訟去行嘛 在刑事訴訟當中 那個刑事被告掛了 那刑事被告掛了 大概處理起來 應該沒記錯的話 是不受理判決之類的 就把它給處理掉嘛 那現在在懲戒程序當中 那受懲戒的人在上訴期間掛了他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這個是我現在的問題 他就是這個案子沒有辦法確定 永遠不確定 永遠不確定 就不確定 因為沒有人可以送拿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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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時間 沒有 他上訴期間 永遠不確定喔 上訴期間 他在上訴期間裡面 然後他掛了 然後案子永遠不確定 那永遠不確定 那你也沒辦法用再審處理啊 既然永遠不確定 判決沒確定 怎麼提再審 如果他已經收受判決 上訴期間就 起算 就確定 然後用再審來處理 對不起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判決宣誓了以後 我不管你有沒有收受判決書的送達啦 判決宣誓了以後 他掛了嘛 判決宣誓以後他掛了 因為你判決已經對外發生效力了嘛 那現在 其下一個問題是說 好 那在上訴期間當中 受判決的人死亡 他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你不要一直跟我說 判決確定以後 他可以用再審處理 這個我知道了 但是他死掉 如果他沒有收受判決 上訴期間就沒有辦法算了 然後呢 上訴期間就沒有起算 然後呢 就這樣 他就會確定嘛 他就會確定嘛 但是 收受判決以後 上訴期間就 屆滿以後就確定 然後用再審來救急 如果他都沒有收受判決 就死掉 這個判決就永遠不確定 對 他上訴期間 所以這個判決永遠不確定 就是連再審都不能提吧 也不必提啊 這個就很奇怪的狀態啊 就是說有一個人 他在你們職務法庭裡面的認定裡面 他做了一些圈圈叉叉的事情 然後所以決定要給他一個處分 那結果呢 在判決宣誓完了以後 他掛了 那永遠不用 永遠不用提再審 因為永遠不會確定 那那個判決是懸在半空中嗎 那個判決是實期效力 還是尚未確定 永遠也不會確定 我的問題是這個 這個概念上 因為判決已經失去了拘束的主體了 來 請周圍 好 謝謝院長 那個民主長 我們大概來澄清了 我們先分刑事判決 如果刑事判決這個被告 他收到判決 但他還沒有上訴 他就死亡的話 那這個判決效力怎麼認定 那在民事上面 如果我收到判決死亡後 我們這個部分可不可以尋承 承受的這個 就是 法律相關規定 那個承受訴訟的人來上訴 你先就這個部分先做說明 另外再回到 還沒有收到判決前就死亡 判決了 但是我還沒有收到判決 然後就死亡了這個部分 那這個判決效力要怎麼去認定 對 就是說 呃 承受訴訟 因為 這種懲戒關係 僅止於一生 他沒有辦法別人來承受 這跟民事的不大一樣 所以 大概沒有辦法用承受訴訟的概念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已經 收受了 結果他就死掉了 已經收受了就死掉了 那 上訴期間呢就會進行 他上訴期間還是要照樣進行 這樣子 那也沒有人可以幫他上訴啊 就會確定 所以用再審來處理 那如果他受到判決 然後都沒有 受到 就他已經宣判了 但沒有受到判決書 所以 對他來講這上訴期間 永遠沒有 開始進行 所以也沒有消滅 也沒有確定的問題 他就判決就 就是因為 當事人被拘束的主體死亡了 自然就 施起效力 他沒有拘束的對象 就這個判決就不升效力 對啊 就 他就不 不升他的拘束力嘛 等於 那 沒有辦法直起來 就像民事一樣啊 民事判了 假設這個當事人 判了以後死掉 都沒有人繼承 這判決也是 沒有意義啊 整個訴訟的系组就會消滅掉了 所以司法院是認為說 可以透過再審那邊的制度的處理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 因為當他受到不利的時候 我們給他再審 如果沒有受到法律上的不利 而不是說一個 判決書的宣告 那就沒有處理了 就他死亡的呼呼了 就全部都不存在了 對對對 他如果沒有判決前死亡 那就不受理了 因為不受理 也沒辦法 像很多刑事的這個犯罪嫌疑人 被告死亡了 那就不起訴除分嘛 就不再追究他有 那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司法院的解釋 就是大家去理解受判決下來 但是他就死掉了 就沒有辦法起算那個上訴期間 就是回到第五四九條之一啦齁 就是審查會有通過條文 那時代力量增加第二項 第二項有沒有意見啊 他認為沒有性的必要 因為 那 黃偉沒有必要 我覺得就是 你就再審的部分 你提起再審的四個有擴張嘛 對吧 是吧 沒有問題吧 好 OK 你要事後透過再審的程序去處理 那是其中的可能性 但是我現在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我現在擔心的事情是 你剛剛說在一個狀態下面 判決永遠都不會確定 選在那裡嘛 那選在那邊 你後面 你連可以提起再審的課題對象都不是 你在那邊針對再審 主觀範圍的擴張有什麼意義 這個是我的問題啊 那你說啊 反正人死了 人死了 人死了 那個就不要再處理了 那這個理由如果可以成立的話 你在再審的那個地方 你為什麼要做再審原告 四個的擴張 他是判決已經確定了 對啊 對啊 那但是那個東西還在 那個東西還在這件事情 對於他個人 對於他的家人一定有影響嘛 所以你才會做再審原告四個的擴張啊 那要不然你就永遠說 反正那個人死了就死了 我們就不要再理了嘛 你顯然不是做這個立法政策 你還是覺得說 人雖然死了 那個判決在那個地方就是有影響 所以你要給他提再審 再審嘛 當他掛的時候 你針對再審原告去做擴張嘛 啊我們再說這種法 向來這個整個思潮上面的理念上面的處理 都是往這個方向走啦 那我就回到這個脈絡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必須要承認齁 要承認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目前在架構 職務法庭的二審程序的時候 架構的太快 裡面有一些東西 的確規範密度有不夠的地方 這個是要先誠實面對的事情 我相信啊 在搞程序法的人 我完全聽得懂 我在講什麼東西 好 但是我也不希望 它成為這個修法的阻礙 所以我沒有否定說 你在整個上述程序裡面 到底要怎麼處理 都還沒有架構完整以前 就把它推出來 但是有一些事情 你勢必要處理嘛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你可以告訴我說 他在上述期間掛了以後 我反正讓他繼續跑 我上述期間讓他繼續跑 我跑到確定了以後 最起碼他的親屬 就是在一定範圍之內的人 可以提再審 我還有一個救濟途徑嘛 那你不能跟我講說 懸在那邊也不確定 那也不能提再審 也沒有人可以提上訴 那這樣到底是 法律關係的狀態是什麼 那個比 在還沒有確定以前死 結果比確定以後死還要慘 確定以後死 他的家人還可以幫他討公到 確定以前死你就永遠 那個如果有冤屈的話 那個冤屈就 就永遠在那邊了 沒有任何其他法律制度可以救濟 這個真的是司法院要的嗎 這個地方當然這個 剛剛方委員提到 就目前所有訴訟法 大概都這個方向 但是 平良心說 訴訟法是人制定的 你覺得合理要讓死人 有救濟的機會 要還他清白 沒有什麼不可以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不可以 只是說 向來的訴訟法理 在這一塊 他就非常嚴格 因為 判決要拘束的那個主體 已經不見了 因為判決是彰顯國家的一個公權力 他最重要的就是 能夠投射在固定的主體上 這判決才有意義 那現在我們只是為了讓他 澄清回復他的名譽 所以要給他一個例外的救濟的管道 其實立法通過說行就行 不是 現在不是要擴張 是 你現在本來就有啊 你現在就確定判決的部分 再審原告四格擴張的事情 不是我提出來的條文耶 你看一下你們司法院的條文 第六十一條 第六十一條的第三項 判決確定後受判決人 以死亡期配偶直系血親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二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 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審之術耶 這不是我的修正動議耶 這個是你們本來就有的東西耶 因為我們那個條文是因為 判決已經發生效力了 他已經發生確定了 對嘛 所以我才說嘛 就按照你們現在的設計啊 就是 早一點死的比晚一點死的都還要慘啊 秘書長 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啊 加進去的困擾 困難是在哪裡啦 我剛剛特別報告啦 在立法上我們要加進去沒有不可以 只是說向來的訴訟法 沒有這樣的法理而已啦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法理 就表示你可以接受嘛 你可以接受 你看這樣 撩三十分鐘在這裡 沒有這個法理 要不要接受是一回事 嘛 你們講嘛 不接受你們就要講 不是啦 你們沒有棘手啊 當然是他講啊 這個要沒有 你要創設這個東西 包括一般民法行法 要不要創設這個東西 所以司法院就要表達清楚 這個沒有法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你就講清楚 你不能講沒有法理 但是我們可以接受 啊這個誰會 保留啦 好來保留 保留 大概就是說這個厲害的關係是在說 這個如果判決確定後 他就是有一個拘束的效力 所以要給他的親屬一個再審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權利 但是如果這個判決還沒有確定 他就沒有就有任何的拘束效力 那就算了 他就失其效力 不需要再給他的親屬 有這樣一個上訴的權利 這個就是司法院 你們覺得要不要給 在判決還沒有定案之前 那他死亡其他的家屬有沒有 提起上訴的機會 就是這樣啊 我們就覺得說這個不必 啊不必 那你們覺得必要嗎 就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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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保留 59條之一保留 不然我們都在那 這個 這個 我們一個說就好 大家要討論大家去看 不是啦 大家要你們要棘手